记者赖小彤新北报道,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今天成立客家后援会, 郑南荣一双,前客委会主委叶举兰现身会场力挺。 叶举兰表示,任何选择作为平庸邪恶之人的这些人, 最后还是难逃自己良心的审判,被解读是暗批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。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表示, 尊重家属的感受。 叶举兰金受访表示,苏贞昌从年轻至今,一直站在正义的这一边, 不像有些人,像汉纳扼兰在书中所讲的平庸的邪恶, 选择宁愿做平庸的邪恶之人。 而郑南荣是台湾正能量的代表, 平庸邪恶之人已经无法再伤害郑南荣, 任何选择作为平庸邪恶之人的这些人, 最后还是难逃自己良心的审判。 叶举兰的发言虽然没有指名道姓, 但被外界解读是暗批侯友宜。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发言人赖官群对此表示, 尊重家属的感受, 侯友宜是任中山分局刑事组组长, 当年奉命居提自由时代杂志社创办人郑南荣, 警方发动攻坚行动时, 不愿被逮捕的郑南荣点燃戏油, 自焚身亡。 侯友宜接受本报装访时, 曾说这是一场不完全成功的救援, 引发争议。